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 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国旗以及非洲联盟旗帜组成的旗阵 恢弘大气热烈奔放 昭示着中非历久弥奸的友好情谊 习近平发表题为同舟共计既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65周年 65年来 中非双方在反帝反直的斗争中 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 在发展振兴的征程上 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 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 谱写了守望相助的精彩篇章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 中非有意为什么深 关键在于双方缔造了历久弥奸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那就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主持公道 捍卫正义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 这是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修妻与共 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 是中非友好关系既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 我仅向当年支持中国的广大非洲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永远不会忘记非洲国家的深情厚意 将继续秉持真实亲程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同非洲朋友一道 让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 坚持团结抗疫 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弘扬科学精神 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切实保障疫苗在非洲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弥合免疫鸿沟 第二 深化务实合作 要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 共享减贫脱贫经验 加强数字经济合作 促进非洲青年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欢迎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第三 推进绿色发展 要倡导绿色低碳理念 积极发展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有效实施 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 维护公平正义 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是中非双方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 我们都主张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都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 都反对干涉内政 种族歧视 单边制裁 我们要理直气壮 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 把我们的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 转化为共同行动 习近平指出 作为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 首个三年规划 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 共同实施九项工程 一是卫生健康工程 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十亿剂疫苗 其中六亿剂为无偿援助 四亿剂以中方企业与有关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 中国还将为非洲国家 援助实施十个医疗卫生项目 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二是减贫汇农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减贫和农业项目 派遣500名农业专家 在华设立一批中非现代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联合中心 鼓励中国机构和企业在非洲建设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 支持在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百企千村活动 三是贸易促进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农产品舒华建立绿色通道 力争未来三年从非洲进口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 中国将提供100亿美元贸易融资额度 用于支持非洲出口 在华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一带一路中非合作产业园 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设施联通项目 成立中非经济合作专家组 继续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 四是投资驱动工程 中国未来三年将推动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100亿美元 设立中非民间投资促进平台 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工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 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100亿美元受信额度 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 中国将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 截至2021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愿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的特别提款权中 拿出100亿美元转借给非洲国家 五是数字创新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数字经济项目 建设中非卫星摇杆应用合作中心 支持建设中非联合实验室伙伴研究所 科技创新合作基地 中国将同非洲国家携手拓展思路电商合作 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和旅游电商推广活动 实施非洲百电千品上平台行动 六是绿色发展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绿色环保 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 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和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 七是能力建设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援助新建或升级十所学校 邀请一万名非洲高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 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 开展非洲留学生就业直通车活动 继续同非洲国家合作设立鲁班工坊 鼓励在非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不少于八十万个就业岗位 八是人文交流工程 中国愿支持所有非洲建交国 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帝国 在华举办非洲电影节 在非洲举办中国电影节 举办中非青年服务论坛和中非妇女论坛 九是和平安全工程 中国将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和平安全领域项目 继续落实对非盟军事援助 支持非洲国家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 开展中非维和部队联合训练 现场培训清小武器管控合作 习近平最后强调 我相信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凝聚起中非27亿人民的磅磅力量 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 现场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 埃及总统塞西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以视频方式与会 53个非洲国家外长 和负责对外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或代表 以及部分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代表 现场与会 与会非方领导人充分肯定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 中非相关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 高度赞赏 中方为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疫苗等宝贵帮助 他们表示 非中开启外交关系65年来 双方始终真诚友好 团结互助 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 非中传统友好 经受住各种考验 非中合作取得了非凡历史性成就 非方对此感到骄傲 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非中关系发展的四点主张 和加强非中务实合作的九项工程 再次彰显了中方对帮助非洲抗击疫情 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真诚意愿和坚定支持 非方愿同中方巩固团结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开启非中关系新时代 构建新时代非中命运共同体 非方热烈祝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非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支持中方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藏奥会 非方愿同中方携手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协调协作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非中有意万岁 非中合作万岁 丁薛祥 杨洁篪 何立峰等参加开幕式 王毅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现场与会